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黎生 我们经常听见有句话说叫气死了 包括有些家长的辅导作业的时候 也是被气到急诊的新闻 是屡见不鲜 那到底真的会不会被气死呢 有研究发现呢 频繁那种发怒 可能会导致心脏的血流比平时增加一倍 血压呢 骤然升高 胶感神经 肾上线系统的兴奋 那么使血管收缩的身上纤素这种中枢神经地质 大量的释放 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那么就容易导致呢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严重的时候呢 也会导致新的或者急性灌脉综合针等等 这种急性的心血管时间的发生率啊 会明显的增加 那不仅仅是对心脏升起的时候呢 肝脏呢 也会平时比平时大的一圈 从中医上来讲啊 怒伤肝 生气呢 容易导致肝气欲结 肝胆不合 所以呢 有些人啊 在生完气之后呢 他会感觉到这个两侧的热下疼痛 肝躯疼痛 同时呢 生一次气啊 会让你的免疫系统罢工6个小时 那么人的情绪啊 它由大脑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控制 在生气的时候呢 大脑会命令身体分泌一种皮质激素 而这种激素呢 如果说在体内蓄积过多呢 就会阻碍免疫细胞的运作 导致呢 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啊 肺泡不断的扩张 呼吸呢 会变得急促 甚至呢 会出现过度换气的现象 所以呢 有些人也会感觉到肺疼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啊 要把肺气炸了 生气呢 是有百害而无一力 在生气焦虑 激动的时候呢 胃酸呢 也会分泌增多 胃的蠕动功能降低 长此以往呢 会导致慢性胃炎 甚至是胃黏膜冲血 泌烂而发生溃疡 所以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要注意学会自我的关怀 自我监测情绪 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转移这种糟糕的情绪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好了 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